我們去年立法院啊 花納稅人的錢 做金門酒廠的專供酒 1200瓶啊 秘書長你知不知道 最後一個月送掉多少 最後一個月啊 送掉948瓶 我光看那個數字就知道啦 那個酒消化不完啦 最後一個月喔 要離職以前喔 送了948瓶出去啊 立法院 跟我們國際的貴賓 有禮物上面往來的需要 我相信納稅人都會接受 但 當你錢是這樣子花的話 我們都要對人民負責 那我相信 我也不太確定今年 是還會不會訂這個專供酒 那訂專供酒 那要訂多少瓶 我可能就是提醒秘書長 提醒秘書長 斟酌一下以前的 花納稅人的錢的這個專供酒 到底 是怎麼用的 為什麼我會提這個事啊 因為我就接到檢舉啊 檢舉當監察院院長 跑下去高雄輔選啊 已經很誇張了 結果他去高雄輔選的車上 竟然有立法院的專供酒 那大家就搞不清楚啦 檢舉的人在問啊 說我們立法院是錢太多是不是 監察院院長跑到高雄去輔選 已經很扯啦 結果輔選帶下去的伴手禮 車上是立法院的專供酒啊 秘書長你知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這個高雄我 因為我2月5號才來 我以前在當 護民長是錢啦 大概因為都久裡面 大概都有跟委員 大概都有一個配 配合吧 現在還有嘛 就是有一個配合 我所了解是以前是都有這樣 去年開始就沒有了啦 去年開始委員要買酒要送的話 你自己要花錢去買啦 因為我記得我在當護民長的時候 我所了解是大概是這樣 沒有關係啦 秘書長我跟你說啦 這是前一任的事 我也不會為難你 我提這些例子出來 提這些檢舉出來 只是希望讓秘書長知道 也請秘書長轉告院長 納稅人的錢不可以這樣花 院長公務往來有需要 要送酒 我相信納稅人會同意 但是 如果是按照上一屆 這種濫發的方式 甚至監察院院長下去 浮選帶著專控酒 還是立法院的 這件事情就稍微太離譜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